请各位玩家确认身份底牌并带亏 5 4 3 2 1 别说话了 闭嘴 天爷请闭眼 闭眼了 闭眼了 带亏了 快点 带亏 带亏 点杀了 请各位玩家听清楚法官指令 通灵师请举手示意 拿到通灵师牌的玩家请举手示意 通灵师请放手 守卫请睁眼 守卫请闭眼 三张狼人牌 请睁眼 确认同伴并选择击杀目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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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眼 我不會想不想你 我會想當你 在夜中集中了幾天 讓你去賣 我會想去賣 我們沒需要賣 我們不要賣 我不會想到你 謝謝 我最愛最高 我會想到她 我會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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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她 我最好的朋友 她是個小小子 她的錢 她不需要沒有 她會不會 2 3 drinks cause she's working she throw it out and come back in this my best friend she a real fat bitch she's got my own car she don't need no list in a strip club now my girl gone fit now she's working she throw it out and come back in she's a great and I'm my bestie in a taxi first she blow out of my hometown when she did when she woke up with a T at the end I'm a hyper every time now my motherfucking friend she been down since the jellies and the belt down now be stepping out that you saw my nose 狼人确认 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夜 该好玩家被击杀 救人请给首饰 毒人请给号码 女巫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猎人请睁眼 确认你当前状态 猎人请闭眼 鸡血狼请睁眼 鸡血狼请闭眼 通灵师请睁眼 请选择查验一名玩家的身份 通灵师请闭眼 所有玩家准理表情 三二一 天亮了 上景时间 请各位上景玩家 请亮红灯 上景玩家有 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十二号 共九名玩家 一号六号十一号 三名玩家在景下 八号玩家请发言 谢谢齐悦宝宝的投食 谢谢 谢谢路卡斯 谢谢利尔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投食 说出来可能不信 我已经连续输了八把了 然后这八把中 好像没有一票是投错的 但是我现在的几分是负 九分还是负十分 我不知道上版 然后我在一直在思考 我说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 然后我上版 我上版结束 其实我还想了想 我也不能老说别人的问题 因为我也有点问题 我如果上版 验到三是茶沙 三在前之后已经勾了 我给他发茶沙 狼肯定就双爆了 除非他是假面 其实我给十二发个茶沙 会更好一些 对吧 我后来想想 可能我确实我的做法 也会导致谁 不能全怪别人 所以我这把决定 什么都不做 无为 这样子的话 外之位的牌就不会因为我 而导致大家的视角的偏差 我也不会对这局 造成什么的影响 我就最后默默听完发言 我觉得谁是 我就投一票就可以了 然后所以呢 我这轮可能 景下也分不太清 景上也分不太清 我就无为 然后一会儿你们什么 对跳双边盘廊坑 都可以把我盘进去 盘好人也可以都把我盘进去 我是块砖 哪里需要我就把我 哪里搬就行了 但是基本我的发言 是不会有任何的倾向性的 我看了一圈 我觉得 剩下的11个人里面 有4张狼人牌 但暂时我找不到 他们在哪里 好吧 然后最后投票 我会请下 根据自己的想法投投票的 然后大家就少聊一点 我把我忘了就行了 我过了 9号玩家请发言 应该是望风狼 应该是不交战鞭 然后想要消失在 好人事业里的机械狼 然后我自己是好人 这一把 上一把 敏的时候就需要沾边 这把觉得他还是需要沾边 但上把确实他是个大哥 偏向于好人了 上把觉得他偏向 肯定是 因为第一把拿过了 你就觉得第二把可能 概率上来讲 就是好人会偏多一点 那敏了需要沾边就给错了 这一把还是觉得他需要沾边 然后我自己是好人啊 感谢星辰大海 感谢星辰大海 感谢good luck 感谢是奇悦也是呆呆呀 感谢艳妻 感谢肚里重重护航粉 感谢开心姐 感谢肚里重重护航粉 感谢文高 感谢大家 我是个好人 这把努力沾边边吧 然后呢 我觉得10号 可能需要沾边嘛 也不保啊 然后8号 哎不评价了 其他没啥了 好人过了 10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 哦 谢个头十啊 谢谢紧张就 哦 不不不不 谢谢猫猫 谢谢 我真的会谢先生 谢谢桃桃 谢谢甲鱼 谢谢哭哑 然后我几排是个好人啊 这次是 成种好人 也不是大哥 确实需要沾边 钱之位 因为9号玩家这一轮 他可以是个狼这么说 但毕竟他对我释放了善意 他说 我这把需要沾边 还是觉得我像好人 所以我钱之位不保久 但是我也不打他 至于8号玩家 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什么具体的身份 因为他聊的东西不是逻辑上的 他只是表达他想赢的一个心态 就是感觉前面一直输 嗯 心疼你三秒钟吧 8号玩家 但是就是先不打了 然后钱之位就差不多是这样吧 嗯 开牌之前没有敏人 然后但是 我觉得1号玩家有点东西 可能是狼 这一轮 好吧 然后又过了 12号玩家请发言 大家好 我是通灵师 我第一天验了40个茶沙 然后验4的心路历程 就是因为我昨天验了他 然后他把我投死了 然后今天再验一下他 今天他还是要投我 但是是以一个狼人的身份 然后我紧会留 第一个紧会留一下紧下的1 因为10号玩家在前 前之位 对89的点评 是8号他没有聊游戏内的东西 对他是狼 是好人 他都可以聊 聊这样的发言 对吧 因为他 只要参与这局游戏 他肯定是需要去战鞭的 我觉得8号玩家玩游戏 不管他输赢怎么样 对吧 至少他 在自己活着的时候 都比较对得起自己身份吧 对吧 但是输赢有些东西 是要靠同伴 不是靠他个人 对吧 所以 8我会紧下听他的发言 那至于9的发言 对于8有个明确的定论 说的是忘风狼 对吧 那我只要没有听出80个狼 因为89我就紧下 对于那个 我通灵师的评价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验1呢 因为10号玩家 明确打了1号玩家 首先10号玩家在前面 没有表达战鞭 他去打了紧下的1号玩家 那1号玩家 如果是一个好人 他会对10号玩家产生 就是反感 对吧 那如果1号玩家是狼 那我验了1号玩家是狼呢 10号玩家身份 可以往后面放一放 就是我验1 第一个锦辉流 那么我第一天去验4 他是查杀之后呢 我锦下 今天锦后就能听到 我问了 6好像是在锦下是吧 那我能看到 锦下6的投票 以及锦上7的发言 对吧 6 7的发言 我是能够听的 那锦下的这个11 那就只能自己看 我再验一个11吧 我第二锦后就验一下11 2 3 我就听发言了 我估摸着 我估摸着4号玩家 应该是要原地起跳 因为要不然他送两个嘛 对吧 而且他跳别的身份 很容易补 其实他原地起跳了 在京城大赛赛上 那个薄杀也对于大家来说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只要听我 和4的发言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这盘发言 为什么那么认真呢 因为不想给大家站错队 有任何的借口 从后面开始 站边我也好 不站边我也好 请说出理由 什么我敏的 我猜的 我看的 统一归为狼人 30秒 今天 today 我已经赢了两把了 第三把输赢 对于我来说无所谓 我只想发泄 好吧 不站边我 我听不懂 就是两个字 狼人处理 好不好 这一把 至少我在的那个轮次 必须是狼人处局 我出去了 我也就不看了 好不好 警徽流1 11顺眼 第一天咽了40茶 三号玩家 在下通灵师 二号玩家 请发言 你紧下吗 不好意思 谢谢富贵 谢谢赤奇 也是呆呆 谢谢 飞飞小兔 谢谢卢卡斯的头石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sorry 我们这跟 谢谢九木木 我们更新了这个头石之后 这个非常的好看 非常好 就打着电子变迁 我还有一位 不知名的选手头 的波罗包 谢谢 巴肯定是狼呀 因为巴说他什么都不做 那什么都不做 自己还紧下投票呀 吃着额干饭 投一票不很好吗 你想一 上线来说啥呢 那你是好人 你可以从 头警徽开始 做证明自己是个好人 对吧 巴肯定是狼呀 对吧 然后 没用 就你们这些 一抓一个准 一抓一个准 就是头的时候 确实这个手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吧 发言的时候 肯定都是抓得到的 头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哎 岁数大了 岁数大了 占编12 好吧 这把占编我兄弟12 四号玩家跳什么 我就是什么 好不好 他也别什么 他跳通灵师 我们两个都是通灵师 好吧 然后就出一下四号玩家 好像有点太 不 锦下听完了 也是可以回头 也是可以回头 只是听他锦上 确实很像 就好 就上把我锦上 听他有多不像 就把我听他锦上 就有多像 好吧 但是上把说实话 如果他不自爆 最后我没准 也跟着他去 投对面那个 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 但是确实自爆了 没给我们 投错票的机会 对吧 然后就这样吧 我是个好人 我站边一下 12号玩家 就不多啰嗦了 过了 三号玩家 请发言 谢谢神爱吃米蟹 雪飘蟹 梅子 我不站边12呀 他是要有理由的 因为你说的每句话 我都听得懂 所以我不站边你呀 你是一个预言家 你应该发言是 我也不管你们 听不听得懂了 我也听不懂 你们当我狼吧 应该是这样吧 你为什么要发 我们听得懂的言呢 或者在我们场上 12个玩家之内 你觉得谁汉跳 发出来言别人 能听不懂呢 不是你做的一个 每个人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相信 你是预言家 对吧 打你 打你随便编两个礼物 不也能打你吗 什么锦下 六号玩家 一定能投对票的 11还要验两个锦下 何必呢 对吧 六号玩家看投票 锦下验一张 10号玩家打了1 那肯定验10了 那一验出来是个好人 狼人对10 能有什么定义吗 不能呀 逻辑也不行 就发言那个什么也不行 那二号玩家也狼 你站边躺 你也食狼 好吧 行不行 12号玩家 行 那一会儿你攻击一下我 好不好 不要让我站侧边 我先打你食狼了 你再打我食狼 然后我反弹 对吧 就永远反弹下去 我就没错 好吧 你别来劝我 我就看你赖不赖的 赖得出来 好吧 你够赖我就站 我就站回去 我就看你狼人 有没有这个水平 我觉得你只有好人 有这个水平 对吧 你不是走这个路线的 你跟我们聊逻辑 哎呦 没了呀 四号玩家 我站边四号玩家 对吧 他应该是原地起跳了吧 应该是 力度这么小 我还要站边他 好吧 别的没有了 我觉得12号玩家不是 不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呀 我怎么警察先吹 对吧 我觉得12号玩家不是 理由告诉你 我不是没说 对吧 我理由 我理由 我觉得你听不懂 你也不用听我 好吧就这样 够了 四号玩家 请发言 我验了三号玩家 是个平民啊 然后那个 四号玩家 不排除 他这把有点猛 所以不排除 他有可能是一个 倒钩的鸡血平民 太猛了 太猛了 感谢知识 谢谢 荷包蛋 老师 谢谢 北历寒乡和 CY的头十 确实验了三号玩家 是个平民 平民我觉得就没必要配合了 所以身份就报给大家了 然后 那个景辉流啊 景辉流 我留一个那个 二号玩家和九号玩家 九号玩家呢 虽然攻击了八 八呢其实没说两句嘛 我肯定要看八站边的 我不知道八是什么 但是呢 六八和七 我都六七八呢 我是 我不会先放进景辉流 而九号玩家的表情呢 感觉略有东西九号玩家 所以我会厌你 虽然你攻击吧 你可以是一个好人 攻击了八是一个狼人 我一会儿会看票行 对吧 十号玩家我觉得景上 十号玩家我觉得景上还行 我不知道麦克兰 然后十一 十一就看你一会儿的投票吧 然后也不给其他人过多的压力 我没有跟一号玩家对话 是因为十二一直在跟一对话 他说什么一号玩家 我要你的什么什么票啊 什么之类的 其他的牌 他们会在后置发言的 我就留 然后我留二号玩家 是因为二号玩家前置说 四号玩家跳什么 他就是什么 这个有几个狼呀 你是他们的狼 你是十二号玩家的同伴吗 对吧 你是 你不能 你如果是个好人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发言特别离谱 你还没有听一个疑似要起跳的牌 起跳 怎么能发出刚才你这个言呢 所以我觉得疑似狼人牌 二号玩家 以及我认为有一些挂箱的九号玩家 都留进我的景辉流 二九顺言 一样了三号玩家是个平民 还有什么 卸了头十 报了验人 该完成的工作都完成了 王哥 王哥为什么会这么认真的发言 他说是因为他不希望给你们找到站错别的理由 他这么认真的发言 只有可能是汉跳 因为我预言家不可能让你听懂的呀 对不对呀 通灵师通灵师 不是预言家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这把我确实是 就是通灵嘛 肯定是好人阵营的 确实大师他经常给到我一个好人 是因为我狼人 确实太强了 我 我汉跳 我屠成 我这把预言家也打你们 片甲不留 结果初十二过掉 五号玩家请发言 感谢寒门的头饰 感谢布伦达的头饰 感谢麦勒斯的头饰 感谢木木的头饰 感谢不吃薯片的头饰 感谢斯吉阿里的头饰 感谢兔兔的头饰 感谢哈喽购的头饰 感谢蛋白粉凝聚力的头饰 谢谢张五花的头饰 可能气氛到我这里会往下降一点啊 因为轰不上去了我 我是需要站边的啊 我觉得十二这轮 可能真的我逻辑上找不出来 他明确的爆点啊 然后我也不想 就是觉得十二他认真发言 就是狼这种东西 然后 就是四十二这轮 没有完全一定听出来吧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就二号玩家攻击八号玩家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开玩笑的 一种攻击方式 你说八号玩家 他说他这一轮 没有什么工作量 就在井下投票了 那他如果是张狼人牌 他井下 比如说投匪票 那是不是更有他那个工作量 所以我觉得你拿这点去攻击 八号玩家底牌 可能是唯一张狼 我觉得是有点强大 所以我觉得井上的二不是特别好 然后 四和十二的发言 我肯定 更新发言 我肯定是要再要去听一下的 目前为止的话 哎呀 我真的觉得十二 还可以 真的还可以 好吧 至少他这一轮要逻辑了嘛 总得给人改变的机会嘛 对吧 然后别的就没啥了 我可能这里觉得 因为我找不出来十二明确的爆点 但是四号玩家 我可能还是觉得你对二号玩家的敌意稍微小一点 就跟第一把的状态一样 第一把二号玩家在你的位置 他跳了一张魔术师投给你心中的汉跳狼 然后呢你觉得二号玩家是可能好人 但你这轮说你要艳二 且对二号玩家的身份说他可能是一张狼人牌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张预言家牌 尤其是你莫这位 就那么 那么强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可能会把二号玩家打得更死一点 好吧 别的信息就没了 然后 我就过了 七号玩家 请发言 我那个站边四号啊 然后 我认为狼是五和十二 我听完酒上发言 我觉得五和十二是定狼 我认为 八和十二是不太见面的 我觉得八号是不是好人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八和十二不太见面 然后 其实站边就比较好站边的点 就是我打五号是狼的点 其实很简单 因为景上 八号人家说他这盘就摆烂了 然后九号人家就打八号人家说他忘风 确实八号人家他那个位置也很难站边 因为他确实还没人跳 反正九号玩家打了八号嘛 对吧 然后十二号 但是十二号评价八号 十二号没有觉得八号是狼子 所以二号玩家的行为是好的 还是坏的 跟第一盘一样 我们我们一起来思考 我们一起来想想 二号玩家的行为是好的还是坏的 他一定是坏的 因为二号玩家打了八号是狼 而十二号那个位置他没有打八十狼 所以二号找了战边的十二的 能理解吗 能吧 你看 二号人家八是定了 但是在他眼里边的通灵师比 根本就没有打八号是狼 所以呢 二号的二号玩家的行为是不是不好 咱都不说二号玩家底盘身份是好 就是是好还是不好 那么这一盘的四号 就打了二号 那这是不是就是原家的视角了 就跟底盘是不是 就是 你就想第一盘的事 那同样的五号玩家 五号玩家他能分析出 这些逻辑 但是他还认十二号是原家 这不是一定是狼吗 所以五和十二一定是两狼 战边是就是因为四号打了二 当然二号底盘有可能不是狼 但是四号玩家的行为 我认为是好的行为是原家的视角 就不妨带入一下 那么我就想看看 十一号玩家在井下 你这盘能不能进步 这盘我就想看看 没了 我井上我这边死 我就想看看 你别不投票 你就得投票 这盘跟第一盘特别像 而四号玩家跟第一盘 做出了简单不同的动作 我就想看看你能不能投对票 我就想看看 其他没有 好吧 我认为井上的两狼就是五和十二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二号玩家是不知道 我不管 因为二号玩家他拿 他拿任何牌 他都你很难理解 就这个年纪的人 我们也很难要求他怎么样 但是你看Y这位对他的反应 首先他打八有道理吗 其实没有什么道理 但是十二没打八 他还去占十二 你都没有办法讲道理 但是五号玩家 年纪又不大 他怎么也 起码五号玩家是正常嘛 对吧 那你这个站边我就不理解 你不站边四 我就觉得你是狼 五和十二双狼 然后我就看看十一号怎么投票 好吧 十一号也有可能是狼 我也不知道 过了 所有井上玩家发言结束 退水自爆时间 五四三二一 人流井上的玩家有四号十二号 请井下三名玩家待亏 在我倒数后投票 慢取无效 三 二 一 一号 六号 十一号 均投票给十二号 十二号玩家 别说话 十二号玩家 三票当选警长 昨夜 十一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不不不有遗言 十一号玩家 请发表遗言 有有有 不好意思 我死了 我昨天是这个 我是猎人啊 为什么呀 我先说清楚啊 讲逻辑 我觉得你是 理由我给你 因为四 它的请回流是二九 四说一二的理由 是要定一八 但是二九都干了同一件事 就是攻击八 九说八是旺风狼 十二说听出来八是好人 九就近坑 对吧 二是直线攻击八 所以你验八 不就能定一二九了吗 哪怕二九里面是好人 对吧 所以这请回流 肯定不能做遗言家吧 这是 我上票给十二的理由 然后 进不进步 我认为我进步 我认为我这一票 投的应该是没错 那 我是能发动技能 还是不能发动技能啊 我是能发动技能 不是不是不是 等一会儿 我阐述清楚 我阐述清楚 你看我现在占边的是十二 七占边的是四 然后五 主要七打了五 我井上也没有一定听清五好 因为五井上是分不清 对吧 但是你分不清以后 你去中锤二 然后你又要再更新更新 我觉得你像那张望风狼 真的啊 这是我挺上听的东西 因为你看 你说拿逻辑去打十二 确实九十分运言家嘛 扣你十分 扣十分的点在于 对八九的定义 因为你说你能听出来八 是不是好人跟狼 但是你对一十的定义 是你验一去定义十嘛 对吧 那你是不是也能验八 去定义九 或者验九去定义八呀 因为我听不出来八九 对吧 我觉得你要是跟低配 好好讲一讲 我听不出来嘛 你要能验的话 不是会更好吗 所以这是扣分的地方 对吧 我就是根据警惠流站编的嘛 我认为四那个二九的警惠流 确实不合理啊 因为你要 如果想探究八的底牌 你验二九没有意义 你就直接直线验八 不就行了吗 对吧 因为他明确讲出了 验二的理由 我认为不合理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站编了十二号 然后你是站编的 他是吧 那我就三五七 三张牌选戴一张 我想一下 现在反正我有发现时间嘛 但我没想到 我死了 我死只能是被奶穿的 三十秒 为什么 我靠这把翻身的 我这把在井下 就是为了投对票 吸一把 不是 别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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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好好站那边 把自己第一把 那个打回来嘛 第二把没打好 最后一把机会了 直接给我送走 让我回家是吧 我还有多长时间 四秒 三秒 两秒 一秒 发动技能 你有十五秒的时间 来发动技能 带亏 在最后一秒 给我回答就可以了 带亏 对 十五 十四 十三 带亏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收收收收 十一号玩家 发动技能 带走三号玩家 三号玩家 请留意言 我也靠这把翻身了 我能理解你啊 但是 但是我说实话 我只能说 你如果要带我 你就不如带四 他给我发金水 你打金水啊 那你说我是吗 你觉得我是什么 机械平民 不是 你三五七 你怎么 你比如说五七 你觉得他们当中 一定会有一个狼 我能理解 八 跟我也有关系 我井上好不容易 我觉得应该是 站队一会一遍 棒 给他锤了 好了 你给我带了 你是个猎人 你站错边的 不是 咱们俩能不能活一个 你活不了 你也不让我活 那我能说啥呢 现在两个好人走了 井会在狼那 对吧 那七号玩家 不管 你分不清七号玩家 他是什么身份 那他说的话是对的吧 第一把 二号玩家是个魔术师 就是给造成很大影响 四号玩家说 四号玩家没验 二号玩家认了他这个魔术师 第一把他是汗跳 这把他跟第一把 做了同样的事情 四号玩家去验他 那是不是跟第一把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他是不是更可能是通灵师 十二号玩家是汗跳 这个是 这个咱也不说逻辑 因为逻辑有正反 对吧 那你说十二号玩家 逻辑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听不懂这个话 我们场上十二个人 谁汗跳 逻辑会有问题 你觉得 你汗跳 你觉得自己逻辑会发爆吗 不会呀 对吧 那你也要逻辑问题 我都说十二号玩家去 为什么要验一 因为十攻击力一 他验一 能定十的身份不能 他要验 不会更验十吗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太能理解 三五七 你这个怎么带 但是我只能说 我能接受我被你带好吧 因为至少通灵师活着 我就为他扛你这一枪 对吧 但是你死了 我觉得应该也是被难穿了吧 对吧 他每天给你比这个 他比这个 他就一定是好人吗 不是 他前面偷偷跟你说 你不投我 你就是狗 然后你就 你就给他投井辉 我必须把这个给说出来 不是你心能不能硬一点 猎人 行吧 好吧 我也没什么好说了 我觉得四世通灵师 我是个平民 你带错人了 对吧 我们每天不能给狼屠尘吧 好不好 好不好 那个我跟剩下的剩余的好人 六号玩家得是狼 十二号玩家得是狼 五跟七他们可以 可不可以身份之换 可以 但我觉得七是大概率的好人 五是大概率的狼人 行不行 其他反正四号玩家在场 他会告诉你们呢 好吧 别的也就没有了 过了 三号玩家宜言结束 是否发动技能 五 四 三 二 一 两位玩家 请取脉离场 请十二号警长选择 十多死由发言顺序 十或十二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不排除七是那个机械狼枪 然后觉得他太冲了 然后他还去打五是狼 然后 就是三号我认为 就是不管他是狼 是好人被带走了 就是因为他的那些战鞭逻辑 至少我预言家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首先他说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 在座的各位 你们总有可以失去的吧 对吧 因为首先三号玩家 不是跳的首位女巫这种东西 所以他说出来的话 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 三四可以作为双狼 对吧 而且就我们 我们试想一下 我们带入今天三号玩家 他是一个平民的视角 前两局他是什么发挥 大家都知道 然后假设这局 他真的是一个平民 我真的是一个同龄师 他用这样的方式去站边 但游戏结束之后 我是一个真的同龄师 三号玩家是那个真的平民 你觉得李斯老师 会承担这个风险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七号玩家说的理由是 二号玩家他说 站边我十二号玩家 景下你四号玩家 跳什么 我都会去补 然后二号玩家说了一句 他说 如果你四号玩家起跳 我还会再相信一下 对吧 他会去听四号玩家的发言 那四号玩家现在跳的通龄师 难道二号玩家说 我才是那个通龄师 去 我才是那个真的通龄师 十二号玩家 会是跟你滴滴带跳吗 那么我们可以说 金城大师赛是一个很魔幻 配置很高的一个狼杀对局 那至少在我看来 我不是一个比较神仙流的 就是靠闽人流的 对吧 如果今天是JY老师 或者是KS老师 甚至跟属耀老师 对吧 那你说 我们能闽出四十通龄师 我们给他丢一个茶茶 那么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种操作呢 我们能闽四十通龄师 我们也可以闽谁谁谁是平民 那么我外面丢一个平民 不是更好吗 而且金城大师在去原地 去搏杀一个通龄师 这种操作显而易见 我说实话 大家看都看麻了 那么我的发言有什么问题呢 七号玩家就硬说 四号玩家因为他打了二 那么你认为二是不是狼 五是不是狼呢 我们二号 我们二号五号六号十二号 我们能不能做四个狼人 而且我去搏杀的四号 我们玩狼人家 是不是要稍微讲一点道理 不能说四打了二 四就是 打了五 五就是 本局游戏 女巫和猎人又一次 在我是好人的时候 出色了 开了自己的技能 就是女巫和守卫 是不是又把猎人乃死了呢 他险些又把我带了 他带七就是选四一 他当然带不了七 他带四啊 我我起来一定会归七的 那我现在如果去归七号玩家 这张牌 我搞不清楚啊 女巫晚上就读七 因为只要七不是机械盾 他是机械女巫 我因为我现在归他 我很怕他是机械狼枪 我们就尊重门次 我们去归四 我想请剩余的好人 去尽心的听一下 一二五 一二五的发言 我保留对六的 保留对六 甚至对八的 十一号玩家猎人问了我一句 很经典的发言 他说我能不能听清楚八的发言 我听不清楚八的发言 但是八可以站边啊 对不对 那八很久 我只要看他站边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头四过了 我头给十二星 因为我没有觉得 十二锦上的发言 有任何逻辑上的问题啊 他的发言 大家都说他发言好 所以他不是 那他发言好 他为什么不能试呢 因为我听他发言 确实没有听出来他逻辑上的爆点 对于全职位的点评也都有 他明确地说了 景下要听八号玩家的 景下发言 再去给八号玩家去做定义 然后七号玩家说的是 这把四号玩家 进了二号玩家视角 所以四号玩家就是同龄师 那第一把的情况是 他跳了魔术 是他跳了身份 站边了我 然后四号玩家直接认了 这把他没跳身份啊 是这个道理吧 情况完全不同啊 他没跳身份 比如说他井上跳了个女巫 说要站边十二 他可以怀疑 但这把他井上没跳身份 他直接站边了什么 他说四号玩家你跳什么身份 我就是什么身份 那这个视角不就是 他直接站边了什么 打二 进二的视角不是一定的吗 为什么他进了二的视角 就一定是同龄师呢 所以七号玩家 没觉得你很好 然后七号玩家攻击的是五号 说五十二是两个狼 五号井上是不是攻击了二号 我没记错吧 五号玩家是不是 井上也点了二号玩家 觉得二号玩家不好 那么七号玩家说 二号玩家我不觉得 你是一定的狼人 我不确定 那五十二是确定的两个狼 五号玩家攻击了二号 那为什么二号玩家要站边十二 五号玩家作为十二狼 他们要去攻击二号呢 所以这个我觉得 不太符合逻辑 然后四号玩家的问题在于 其实十一号玩家 我觉得点的是对的 就是你好像进二九的井会流 好像不太合理 你如果你进了二九井会流 因为你验二九 肯定是觉得二九有问题 你觉得二九里面有问题 二九都攻击了八 那你是可以给八号玩家好人的 然后你进了井下的一的视角 你觉得十二号玩家对话一的视角 觉得不太像认识 那十一的视角是不是也得进啊 对吧 六看站边那十一步得进视角 所以我没有觉得 四号玩家紧张的发言特别的好 唯一的就是 三号玩家可能是好人 我确实听三号玩家可能是好人 那如果要是去盘坑 那确实 确实 如果去盘坑的话 目前能盘的坑可能就 比如说四七是两个 我站边十二号 四七就是两个 然后 五号玩家好像就不太能试了 六号玩家也不太能试 所以八九十 除非我认为三也是狼 所以这个东西是 暂时我不会去根据外注尉的坑去盘 我只是说我上票给十二的理由 因为我觉得十二号玩家没有发言很差 我觉得四号玩家是有发言不好的点 我觉得七 说四号玩家试的点不太成立 不过不重要 我会再更新一下四号玩家 跟十二号玩家的发言 我是好人 好吧 我真没觉得七是狼 但我也没觉得十二是汗跳 我可能有 我可能有点发颠好吧 我可能有点发颠 就是听感 我觉得四号玩家 警商是聊暴的 警惠留什么这些都不是问题 包括他验我 正常通常是肯定会验我 肯定会有敌意 对吧 验我都是给我宽容度了 正常就直接打我是狼了 他聊暴的点 在于他说三号玩家 可能是个倒勾机械平民 你是通灵师 以来他是平民 你觉得他是机械平民 他也是站错边的机械平民 怎么会是倒勾机械平民 他是机械平民 他知道编吗 他不知道编 只有知道编的人 才会去倒勾 但是你说的三号玩家 是一个倒勾机械平民 而不是站错边的机械平民 我听得特别清楚 对大叔叔抓细节 所以这不是一个通灵师 发出来的眼 发不出来的眼 你只会认为 他是一个站错边的机械平 所以你一定是狼了 我肯定会偷你 你一定是狼 我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你了爆 我一定偷你 回不了头了 其他的再说 这是他原话 这是他原话 看回放 看回放 我是个女巫 十一世饮水 我夜里以为他是大哥 我差点没救他 不救他就好了 不是那 不是那不救他 不是 女巫救人不是天经地义吗 哪死了 肯定跟我女巫没关系 那怎么女巫救人 还有问题吗 对吧 因为我表达站边的 我就跳升了 但你要劝我回头 能给我劝回去 因为我觉得你是好人 我没觉得你是狼 我真没觉得你是狼 就是听感 我说我真疯了呀 走火入魔了 练这个翔龙十八掌 走火入魔了 但是四号玩家那句发言 真的很刺耳呀 他怎么能说 三是倒沟机械平平呢 三号玩家都没听到站边 三号玩家是机械平平 他也是站错边的呀 对吧 他觉得十二号玩家 肯定是 肯定是那个 肯定是通灵师 他去打 肯定是狼 他十二号玩家是狼 他听成十二号玩家通灵师 去打他了 对吧 肯定是这种思考量才对 先收回井上 对八号玩家的攻击 好吧 先收回井上 对八号玩家的攻击 听听你的发言 关键是 现在我把这个身份跳完之后 你们狼也不会来打我了 就哄着我玩了 肯定是要骗我那兵毒 骗我那兵 那张票了 你知道吧 所以好像是不该跳 但是我觉得很危险 我觉得很危险 所以我跳了 没办法 忍不住你知道吧 本来你们发言是 我心里想 别跳别跳别跳 怎么聊着聊着 又蹦出来了 我上把太牛了 我上把说十号玩家 假面把自己扣住活了 哎呀 龟死你就好了 没龟死你 哎呀 气死我了 就这样吧 好吧 稍微解释一下 我可能会托你过了 十号玩家 请发言 有没有可能 十一号玩家是个猎人 他带走了一个 在你眼中 是以四好人牌 你怎么会跳女巫的 哇 真是很惊艳 你要是狼的话 跳女巫 我觉得 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我都听不懂 你说道高 什么叫道高 excuse me 什么叫道高 他说 我是三号玩家 我井上 打死十二号玩家 我要站边四 在我眼里 什么叫道高 道高 高啊 高是我呀 我是预言家呀 他高 高在我这里 有什么问题 这句话到底哪里有问题呀 什么站错边 他直接说 我要站边四呀 如果他是一个道高 能不能行 他直接说 我站边后置位 这叫道高呀 语文没有学好 小学的语文碎平 我 我知道 我说一下 那个 因为没多少时间了 六跟十二是狼 然后那个 我觉得七八里 是好人的 是这样的 九号玩家 其实也进我的坑 但是我不会打死 九号玩家 我只是觉得 你表情很像狼 但是如果我是狼人的话 我肯定不会打走你这票 我肯定是因为通灵师 我觉得你带挂项 我才点你 而且呢 你笑得很大声 很明显 你知道这把他编 我觉得 因为别人笑 你看笑的那几个人嘛 他们都是平时站边 很稳的人 你在那哈哈大笑 我都 我说通灵师 我自己是编 我都没笑那么大声 你怎么知道 他带走的是一个神魔呢 所以我才觉得 九号玩家 你近我视角 所以六号 九号 十二号 是我眼里狼 那么外周只有一张了 那么九号玩家 有可能会打错你 可以 我打错你的话 我把一放进 因为一号玩家 不是锦下投错票的吗 然后我再次跟大家说 我锦上没有说过 要用二九去定一八 我说的是 二号玩家做了斐 是我留进锦 或留九号玩家 我觉得可能有些something 我去把它留进锦 并不是说 用二九的方式 去定一八 我说八 然后五号玩家 如果你是本剧游戏的好人 那七号玩家 有可能是在垫你 但是 我认为七号玩家 锦上的发言 是在教学大家 我不会去打七号玩家 是狼人 所以你可能 是进最后的那个位置 那么 你们一五 里面哪个人 是那个好人呢 因为现在 那当然我的视角 也可以给你们打一打二 因为二号玩家 非常离谱 我可以打一打 他不是女巫 但是如果他就是 那个单边女巫 我没有办法 而外之位的 都是好人了 然后今天呢 那个我明眼里的 十一号玩家 是猎人 带走了三 我今天会归六 我也 我让外出的好人 认为 不可以吗 我直接 一手子归 怎么 你机械狼枪 直接归十二 我觉得还是归十二 比较稳当一点 太通灵师了 非常通灵师 一个机械狼枪 想某某冲票 好的好的 我们还是归十二 但是我给大家 感受一下 就是我一个 起人又天的感觉 因为十一 带走了一个疑似 在你们眼里的好人牌 所以我的心是好的 很着急 很着急 想要归一个 外之位的自己大哥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归十二号玩家吧 好吧 然后我 郎克 你点了 我外之位的牌都没点 二号玩家 你认为 七号玩家是好人 过了 这把我怎么见过呀 感觉十一死了 因为我不是现在更新吗 对吧 景下十二号玩家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他一开始 在十一号 出局的时候 他说要归期 然后这一轮 他自己说着说着 然后又说 又说不归期了 就是我前两天 研究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高配狼人之间 他可以疑似做不见面关系 但是行为是大于发言的 就说白 在你的视角里面 七号玩家 已经可能是一张狼人牌了 但是你这一轮 你说不出他 但是要把他堵死 首先女巫能不能 比如在二号玩家 没跳女巫之前 那个女巫能不能站对边 他能不能堵期是一码事 但是我是觉得 你景上和景下 那个反差感 有点太强烈了 好吧 包括你这一轮 我没有听清楚 你对三号玩家的定义 他到底是张好人牌走的 还是张狼人牌走的 虽然你给出这一轮 不归期的逻辑点 是七号玩家 唯一一个狼枪 我现在已经对狼枪 这个东西 有点那个傻了 所以我不会 景上觉得 七号玩家 疑似一张狼枪 而且七号玩家 景上是攻击过二的 二是一张女巫牌 七号玩家作为狼枪 他就攻击女巫 想吃毒嘛 所以我不觉得 你这一轮说 不出气 这轮说什么 反正我是觉得 你景上和景下的 反差有一些大 好吧 但是七号玩家打了我 这是电飞吗 这电飞 反正在我的视角里 反正在我的视角里 我是觉得七号玩家 如果是狼的话 也不能 应该不能是狼枪 因为他景上 他重点 攻击的是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 如果是真的女巫的话 二号玩家都认识一下齐乐 且七号玩家 狼枪吃毒 我觉得不太应该 好吧 嗯 我再去听一下 我觉得这轮一号玩家 很多发言 包括你最后 莫之为你去找坑 你说什么三不是 怎么怎么样不是 最后排到八九十了 我觉得你在硬找坑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张 好人排的话 你其实是没有必要 去硬找坑 所以在我的视角 你很像一张 狼人排在工作 那你景下上票给谁的呢 你景下不是上票给 十二的吗 我盘两层逻辑 第一层逻辑 七号玩家确实为那张狼 他想把我垫到十二团里面去 第二种 七号玩家为一张好人 那如果七号玩家为一张好人 他打这些位置 就是想让这些好人 排去站边时 所以我会保留 七号玩家的双重定义 然后别的就没了 这一轮我是觉得 十二号对于七的那个定义 反差感有点太强烈了 而且且一号玩家 我景下他在硬找坑 他在硬找坑好吧 那我觉得一的这票 也不是很干净 别的就没了 我过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谢谢夏宇 谢谢卢卡斯的头师 我只能说哥们你真好 你真好 你是嘴大叔叔的 救命恩人 你不是找毒师吗 你的发言 你跟热狼没有一点点的区别 你说七号玩家打二 七号玩家从头到尾没打过二 七号玩家说二是好人 是因为四打了二 四号玩家加分 所以四他站边的是通灵师 他几乎打的是五 五十二两个狼 你跟那说啥呢 说什么七号玩家一直打二 七号玩家所以不是狼枪 因为狼枪不会这么打二 他想白天出局 十二号玩家不是最想楼七吗 所以七号玩家紧上冲 所以十二这个位置 如果他还归七 没有狼枪的思考量 我就会 算我也不会 你们还不还 跟我没关系 我反正觉得他是 四号玩家紧下那个辩驳 也稍微苍白了一点 盗沟其实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意思 是一张狼人牌 战边越远家 那为什么会有盗沟老人说法呢 没有盗沟平民的说法 没有盗沟好人的说法 会有阴阳盗沟的打法那种 但是因为狼人知道谁是越远家 可是如果三号玩家是机械平民 二号玩家质疑的是 三号玩家是唯机械平民 他没有办法知道谁是 他只学了外面一张平民 他只知道学的那个人是平民 他还能知道吗 他不能知道谁是预言家 谁是同龄实验 所以他质疑的点 你根本就没有回复到位 第二个是你井下发现 我觉得基本跟 那个什么差不太多 我说一下 首先井上很多人打你的点 是很正的 他们说你在那个位置 如果你要打二九双狼 或者说觉得他们里面出牢 你一定要给八号家 一四号人身份 你可以在他井下 如果不站边你 你收回来 可以 可是井上出了 出定义的话 一定是给八号家一次好人 然后井下 二号家跳了女巫之后 你打不了二号家的女巫了 你是没有办法 在没有听八九发现之前 站边之前 依然认为九号玩家是狼 而八是那个好人 这个能动吧 他只能给出来八九出一个狼 行 十号也听懂 你可别是个狼梗那跟我点头 我很害怕这个东西 上班又搞错了 但是我现在点的狼坑 是因为他都不防守八 我觉得八是他同伴 我觉得八是他同伴 我觉得是三五七八 然后你自己肯定听错了 他这一盘三号家井 站边的理由 跟三号家好人 完全不一样 三号家是因为 你是一个很夸张操作 不站边他的魔术师 他用四号家开直角说 所以他不是 可是这一盘 四号家是必须得打你是狼 因为你井上站边时而冲锋了 四号家如果还说你是好人 那不跟任狼一样吗 四号家不管是什么身份 他都得打你是狼 这个懂吧 所以不存在 四号家井上发言是正逻辑 说四号家因此是 变成了一张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原言家通灵师了 不存在这个东西啊 然后 但是我觉得三十好人 我说真的 我觉得三十好人 三十秒 我说的是四五七八 可能号码可能给错了 无所谓 可能给 很好笑吗 九号人家 口误过没有 有没有口误过 回答我 饮水都不记得 还要笑我 明知道我打的肯定是三四里面 总不能说三嘛 没关系 这好反正我意识到了 没意识到比较尴尬 但我意识到 反正三号家出去他也知道 他烦得今天 没事 岁岁平安吧 岁岁平安 没他打完出去 发言时间大 过了 七号玩家 请发言 谢谢钟钟 谢谢九木 谢谢 Lumos 谢谢 小Z 然后谢谢七尾 也是呆呆 谢谢富贵 谢谢燕七的头十 狼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去 这个再用力去 去 去那个去分辨 六号人家的品种 我觉得六号玩家 底牌肯定是狼 他打出三五七八 我觉得就是 有可能是狼枪 但这都不重要 这都不重要 我觉得可以去 反正今天就归十二 对吧 今天就出十二 出完十二女巫晚上就去读 然后我认为狼坑 就是一号 六号十二号 五号 五号是狼 为什么这轮要 觉得我是好人呢 你先打你是狼 你什么时候票 投到十二头上 你就是有可能变好了 不然你就是狼 因为 不是 二号玩家 就是 你是女巫 为什么要跳呢 就这个就不是 我这个是真没理解啊 就是我现在有可能是个狼 也有可能是个那个好人 你你为什么要跳 就是因为猎人 首先啊 首先猎人开枪开了 开了三号 三号如果 你看一号人家都定义 三号人家为好人 对吧 因为一号人家是站边十二的 一号人家都定义 三号人家为好人 所以在这个 机械狼的板子里面 如果有双刀狼 猎人开枪 带着一个平民 他归 就十二号不管归谁 就 其实是不用跳的 但 但你跳也可以 你说要出四 号票出四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只是觉得 这个 这个方式 是不是太过于激进了 对吧 那我延展你那个东西就往下留 为什么你要跳 会不会有可能你第一天就没开毒 所以你要跳 你是要让守卫去守你 因为否则你是不太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守卫 是不是真的奶死了十一 还是说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你跳出来 我是没太理解 那你可能是双刀狼 没用解药 然后想让守卫去炖你 否则 我很难想象你为什么要跳 如果你除了这一个理由之外 我 我很难接受你 作为你不跳出来 你先别说你 咱都不说现在四合十二 谁是 你你你那个跳就 就 不太定了 反正就出十二 然后他们六号玩家也保了八 四号玩家 反正十二号紧上没打八 五 那个六号玩家也保了八 说明八号这盘是好人 八号是好人 那输了呀 那赢什么呀 这盘我是好人呀 我跟妈又同身份了 那就看着弄美 反正今天能把十二出了 其实我腰腿不高 今天能把十二归了 七号玩家发言时间到 八号玩家请发言 六号玩家不是保我 六号玩家是打我 就是宁愿口误掉 不要打我是狼的 然后谢谢白日猫 谢谢咪咪 谢谢甲鱼 谢谢小虎啊 谢谢大家的投食 其实我确实这把是想混一下的 但是我感觉景下看完发言 好像不太能混 我确实得输出一点逻辑 我觉得二号玩家是女巫 我觉得一号玩家偏好 我自己认为的坑位 因为我现在没有听到九十发言嘛 可能在我没听九十发言的时候 我会觉得就不太好吧 因为我景上的发言就是 纯啥都不知道呀 我觉得好人对于我的发言 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只有狼人会凑狼坑才会说我像狼 所以景上九号和二号打我 我是没有任何好感度的 我景下是直接报答他们的 但是二号玩家跳的女巫嘛 那我就听听九号玩家的发言吧 然后编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十二号玩家会像一些的 因为就是什么问题呢 首先四号玩家你在景下在那个位置 你是保不下七八的 尤其你在那个位置怎么会觉得 我景上什么都没干 你哪里的视角能够开出 我是一张好人牌呢 很难开出我是一张好人牌的视角 所以我自己认为四号玩家景下保我 可能是觉得我是大哥吧 因为可能排坑排不到了 觉得我是 但我真不是 我是一个独立的好人牌 然后我自己觉得景下五号玩家 他的行为不像好人 因为我无法理解五号玩家去站边四 七号玩家景上 他就是景上 七号玩家站边四 他打的唯一一张牌就是五号 你觉得七号玩家在垫你 那七跟十二是队友 六号玩家投给了十二 那么一号玩家站了十二 然后我在这个位置站十二 那坑爆了呀 你觉得七是十二的队友在垫你 怎么可能 你觉得七号玩家或者是好人 什么站边十二 想要把好人打到十二团队 这都是哪里来的思考量呀 你这是纯胡说八道 所以我觉得五号玩家的行为是不可能做好人的 因为五是一个好人 在那个位置 他是无成本 无条件去站边十二的 不可能被七号玩家打了 去站边四 你站边四 你的狼坑永远是爆炸的 所以我觉得五号玩家景下的发言 不像好人 然后我自己认为的狼人是四号 五号和七号 那听一下九的发言吧 如果九号玩家试的话 那可能 这个可能就起了九 不是的话 我可能是倒要进三 因为三号玩家遗言确实比较奇怪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平民 他是怎么去 就他怎么能确定 他本球戏一定站对边 这个是我一直疑惑的点 然后就 就没有什么了 就是我紧一下想说的吧 然后听一下九跟十的发言吧 那如果要 如果后之位开往的话 我会比较偏向是九号玩家 那别的就没有了 前这位还有一个什么 说什么 说为什么十二号玩家本文不归 那我不聊了 就二十秒了 不说了 希望这把能赢 我希望三号玩家 是个被带走的狼 好吧 过了 九号玩家请发言 确实有点难啊 有一点难分辨 首先景上打巴 是开玩笑 当然你可以打我嘛 但是 我本来是觉得似是 但是你打我的理由 是不是有点太莫名其妙了 就因为 我在笑 不好笑吗 刚才 因为上周出现过一样的情况 我觉得很好笑 我就笑了 所以我是狼 而且我的狼面 甚至比一号五号还要高 一号景下给十二投了一票 五号景上站边十二号 我笑了一下 以及觉得我挂像 我就是狼 还要排在一号后边 如果我是好人 一号才是狼 为啥呀 我 但是他 我总不能老是盘说 你是狼 为啥不要我的票 这点来 来站边你吧 我都没有发现 景上我说 八不像好人 那现在如果四是同龄 八站边了十二 好像 如果你是同龄 那我好像结论也没有错 为啥我是狼 但是七号又说 他跟八同阵赢了 七号站边四 打五 八号又站十二 打我 那我是好人 我肯定觉得八号在电飞十二号 但是硬要盘狼坑 如果景下开狼 那十二就不是同龄 这个没什么问题 那如果景下没有狼 景上找四个 四号能找到同伴吗 我是找这个觉得四号偏向的 因为景上五是站十二的 二是站十二的 我自己是好人 十号我开发觉得他可能需要站边 十一是景下的猎人 三号出局一 至少他一眼 我不觉得他像狼人 那景上站边四的只有七号 四号的同伴在哪里 我是没有找到四号的同伴 本来我以为你可以塞进去 十号我保错了 所以四七八十可以成为四张 结果他站边十二了 那四的狼坑就更不起了 所以我肯定是非常纠结 但是我肯定是不能接受 为啥我一定是狼 当然你如果非要说数据库这东西 那四号第一把汉跳给我发的精水 那会儿二号跳个魔术师 站边了预言家 他是汉跳直接说 二你就是魔术师 这一把二号直接站边十二号 他说我艳艳 这肯定是跟他汉跳是不同 以及他汉跳的时候甚至不对话我 但今天就非常怀疑我是狼 这是他很像的点 但是我好像不可能别人说我是狼 我非得说你就是你就是 而且甚至是别人做了行为之后 一五都已经做了行为 站边十二号之后 我还在狼面在他们前面 这个很难认下 但是狼坑的话 因为独立听不出来只能思考狼坑 如果八号站边十二号 四号就是没狼坑 因为我自己是好人 所以我再思考一下吧 一下子八号 我以为八号发言一定会站边四号 我在思考十号有没有可能是狼 我想着重听十发言来的 八号发完言我一下子有点 脑肘住了 我稍微思考一下 我不觉得三号是狼啊 至少他出去一言节奏 我不觉得是 二十秒 然后琢磨琢磨 反正就四十二出吧 然后我自己是好人 其他没了 逛 十号玩家请发言 觉得这个BN真的很难站 因为四十二的发言 我觉得都非常好 没有什么可以从他们当中 能听出问题的地方 唯一就是他们两个井上的井辉流 我都不是很满意 但是两个人都不满意的话 我就是可以拉平的 然后至于井下 我没觉得一号玩家你很像好人 如果你是好人你真的很高 你说四号玩家井上进二 不足以支撑他为预言家 这可以对吧 但是他顶上的视角是没问题的 二站边了十二号玩家 他说四你跳什么身份我都投你 那四去打了二 这是他正常的预言家视角 对不对 但是七这个位置可以是狼呀 他可以是狼 他去当四的团队都可以 你不能说七拿这点 说四是预言家 然后你觉得七不能拿这点来说 所以你觉得四就不是 你得单听预言家独立发言 所以我觉得一这轮警察的发言 真的有点问题 而且他看到这个票情 他不觉得三号玩家是狼 他和六和十一起投给十二号 他没觉得三是狼 二井上站边十二 我也要站边十二 只有七号玩家井上是站边四的 这边每一角站边 你不会考虑一下自己 就是稍微怀疑一下 自己有没有上这票吗 所以有警察 我没有觉得一号玩家很像狼 那我不是女巫 二号这个位置是女巫的话 八也是站边十二的 可能我会觉得 坑位不是很齐 就是四号玩家 因为四号玩家如果为狼的话 他没有警徽 他需要再多骗一个人 就是六票 他需要骗六票 对吧 他需要骗两个人 就是他要六票 才能把十二推走 那他去打九号玩家干嘛 如果这个位置 他打了九 为了博我的好感 九应该去勾十二 这样子我更以为狼坑盘不齐 但我觉得我这轮听九号玩家没有很像狼 而且我觉得八觉得一是好人 这个逻辑点不是很对吧 可能我会觉得四号像一点 因为真的是没坑了 八也去站边十二 六也站边十二 一这轮他听发言没有考虑回头 对吧 我也不知道你回不回头 但是我单听你警察那个发言真的很奇怪 我真没觉得三号玩家像狼 特别是他那个灵魂一击 他说我也需要这一把翻盘 他跟十一就蛮像的 十一也想靠这把翻盘嘛 他说的是 他对十二说的是 我今天就投死你 没想到是警徽票投死你 他投十二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这挺搞笑的反正 可能我 如果说我盘狼坑的话 可能我会觉得四号玩家像原家一点 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很气 当然狼人可以去倒购嘛 这样子就会觉得他坑位盘不齐 但我觉得四号玩家是原家 二十秒 剩下的没啥 二号就过了 十二号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警长请归票 警归四 所有玩家请代亏 在我倒数后投票 三 二 一 一号 四号 五号 七号 九号 十号 投票给十二号 二号 六号 八号 十二号 投票给四号 十二号玩家 六票出局 请留意言 你们是不是只会跟着七站边 那三是不是好人啊 我带着女巫四票 我听不出来你们有任何道理站边四呀 这个是女巫 你们只要不跳女巫 你们说三十好人这游戏就不用完了呀 我不知道呀 你不允许 你老是说王宝帮 魔法攻击 魔法攻击 好好聊逻辑 他说聊逻辑你就不是 你们可以啊 就是打个比方 你们可以说我十二是老 这个没有问题对吧 各书起见 你们在发言的时候随便怎么发 但是你们只要说三是一个好人 你们都不用发言 你们的发言都不用点狼坑 你们的发言就是今天劝二 二只要不回头 我就是规则上的女巫家 除非你们说 在面对十二号 六号和八号 还有七号玩家是好人的时候 我那个大哥没站对边 听不懂呀 所以你们的发言前面可以半小时不用发吗 你直接喊过我归票就好了呀 你发言的时候你可以不站边我 没有关系 你是狼也可以 你最起码你要说六八是狼 我十二是狼 对吧 女巫你站错队了 我觉得一是铁狼 对不对 你站边的理由是 什么一号玩家是杠金 他 不理解 真的不理解 这游戏应该怎么玩 你教教我 我应该怎么玩 我很无奈 九号玩家说 你四号 你看你从来没聊过我一句话吧 你三分钟的发言 两分五十秒说 四号玩家说你是狼 他不能说我是狼 我又站边他 他不能说我是狼 我又站边他 头蛇 我没说过你是狼 七号玩家的发言是什么 劝劝你回头 他为什么不劝二号回头 五号玩家思考量拉满 你说厂商的狼是谁 我不知道厂商的狼是谁 那你说我打个比方 这局游戏我是冤家 如果 我警卫肯定是飞给二嘛 然后如果六八里面 有倒过我的狼 厂商的狼是四六七八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我盘不到他们是狼 对吧 人家发言人投票 不是 这个游戏如果三代出去是好人 八是不是公共好人啊 四说八是好人 六打八是狼 七说八是好人 我说八是好人 八头的四 我是狼 我是不是一定归七啊 那就 那你们认为三 你们又说三不是机械大哥 被狼 被猎人带的 又说我不是通灵师 这游戏是怎么玩 我只能总结出一个观点 就是你们是跟着七号玩家战编的 就是你们的发言逻辑 我帮你们总结一下 这个没问题吧 我现在出局了 现在看完票行 你们知道我是通灵师了 三十秒 我这都把我逗乐了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你看每次我游戏家出局吧 我通灵师出局 我就没有听 我真的很着重的听大家的发言了呀 发言都是站编我的呀 就比如说一号是站编我的 你们拍吧 你们拍吧 那个你能读就读四 你 我没有办法 你知道吗 嘴大 就没有办法 就这样吧 我是通灵师 谢谢唐大文 十二号玩家一言结束 是有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这里稍微先给四号玩家 感谢一个头十 这边感谢美丽寒香 送给圈圈的大团圆 并留言 感谢完成心愿 祝你玩得开心 谢谢谢谢 谢谢寒香 感谢 好 所有玩家 天黑请闭眼 首位请睁眼 请选择守护的对象 首位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请选择击杀目标 狼人确认 请闭眼 机械狼请睁眼 确认你目前带刀状态 机械狼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夜 盖好玩家被击杀 救人请给首饰 独人请给号码 女巫请不吝点 女巫确认 请闭眼 通灵师请睁眼 请选择查验的对象 通灵师请闭眼 机械狼请睁眼 先选择技能发动的目标 机械狼确认请闭眼 所有玩家准理表情 收等一下大家闭个眼 闭个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机械狼确认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确认你当前状态 猎人请闭眼 所有玩家准理表情 三二一天亮 昨夜平安夜 请二号警长选择 请走警问发言顺序 一或四 四号玩家请发言 好夜了一号玩家不是狼人 今天先出八号玩家 再出六号玩家 嗯然后 不是因为一号玩家 我肯定因为七号玩家在那个位置选择打了你嘛 然后你选择投了十二 那我肯定会去验一下的 看看你带不带刀对吧 然后九号玩家我是打错你了 因为我觉得你能去投十二 但我可能是因为我相信了自己的敏知 但确实你不是嘛 那肯定是我敏错了对吧 十号玩家我是没打的 那人家都能投对票 今天是先投八号玩家 哎这个位置上确实本来是没盘到八的 是因为有太多的使人 比如说颈上没有占别我的五 颈下没有投给我的一 是不是都有可能会进入通灵师的一个视角 那么进入这种通灵师的视角以后呢 那么八号玩家你才就把你这个位置 在高中我没必要去打到你的对吧 那就先出八号玩家 然后二号玩家如果你是有毒的话 因为是平安业你并没有洒毒 也有可能像七号玩家说的 真的是有那种什么你是双药 起到了一个这个作用 所以你不能开毒都有可能 没关系你能再洒毒 或者有人在自暴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毒六 如果他们没有自暴的话 好吗 我先出八号玩家 然后其他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不是一号玩家你可以是机械 但是我不盘 我要你一票 投投八行不行 别的没有什么的 还有什么 说难听点 你是你是狼 我就感觉你这个身份没什么杀伤力啊 没什么杀伤力呢 我就先出八了呀 对吧 首先你不是双刀狼呀 你不是小狼呀 所以你可以是那个好人排 你是好人 我排你一号玩家 我也好人排啊 一号玩家 你没有投投票 懂我意思吗 你是好人 你这么纠结的点在于哪里 因为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我在找最后一只狼 对吗 最后一只狼 我是不是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去移心的 比如说七号玩家有打过一 我不会去验西 我肯定是去验一的 这个游戏呢 我本来有想过 有没有可能是六七八十二 因为我是通灵 但是呢 因为他井上就打了五 井下又打了一嘛 七号玩家 是可以把别人的票都电到那边的 但是既然七号玩家选择去投了十二 并且十二号玩家没有开枪 我就没有去盘七号玩家 好吗 今天出八号玩家 别的没了 过点 五号玩家请发言 真的是通灵师 昨天你开演的位置只能是五号和七号 因为我这把的视角难度大就炸在六七八 全都打我 所以就是我一会变成十二的那个狼 狼团队里面去了 一会变成你四的狼团队里面去了 我井上我是说我觉得十二像的 只不过井下因为七号玩家 他从来没有过 我井上只是表达我觉得十二可能一丝是 我直接变成五十二 我直接变成十二团队里面去了 那在我的思考量里 我有没有可能要怀疑七号玩家 他是想把我垫到十二的团队里面去 我井上 如果你们觉得我是四的狼队 我凭什么井上去勾十二呢 然后我井上已经选择 比如说我去倒勾了 所以 可能我井下的发言确实有问题 但是我井上我是觉得十二是的 然后在你的视角里面 一是平民 二是你认的女巫 三是你认的平民 你觉得九是你打错的 那你能打的王坑只有六号八号 十二号 武器里面开最后一张 但是我不想盘大不大计的这种问题 那昨天晚上可能是 你开读读到机械盾上 手为手的个平安研 对吧 我研究一下 因为当时我想的一个点是 七号玩家 比如他的发言里面 可以选择充分倒勾 怎么样 怎么样都可以 也有可能我独立发言 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 井下有上票给十二号团队的人 打我为狼 那我肯定会觉得票刑是大于发言的 所以我觉得七的发言 他可以比如说 怎么怎么 那个啥 那我可能觉得 昨天十二那个遗言 应该不是了吧 好吧 不应该是了吧 他都那样了 就我一会填四郎坑里面去 一会填十二郎坑里面去了 真的很难好吧 然后一会就投票了 我过了 六号玩家 请发言 现在两种情况嘛 第一种是你没开读 第二种是你肯定读了七 不可能听十二的阉去读四的嘛 读四纯咸语 纯咸语 我们都定义三号牙为好人 然后昨天通理师走了 你这不可能 你要么就觉得自己有可能站坐边了 他的发一言 你听的怎么要读四了 你没撒读 要么就读了七 七是机械守卫 守了自己 对吧 因为四号牙今天是没有选择 把一号牙身份爆出来的 所以七号牙大概率是 那个那个大狼牌 不是小狼 小狼一定会告他的 他的发言不就是告诉你 你底牌是守卫或者平民吗 没有其他身份 说没威胁 但是他不敢发 怕发报呀 肯定是怕发报 因为你在莫之为发言 如果他是东西 他凭什么不报啊 朋友们 三是平民出去的 十一是枪 十二是一张他眼中的汗跳小狼 凭什么不报一号牙的身份 轮次是不是一定领先 除非他认为二号牙那个 一定是被机械盾给顿住了 可是机械盾顿住的话 轮次是不是也领先啊 今天我们是场上 按照他的视角是三郎三神三明 我们像白天推人啊 警队在前 凭什么不报一的身份 因为报不出来啊 朋友们 然后昨天九十发言 你们里面一定有一个好人 因为我所以打错了八嘛 我是觉得他不防守八 可能是八的同伴 你们里面一定有一个好人 你们好人的那个视角发言 机械盾顿在第一局还是第二局 场间已经说过狼科那个事情了 八昨天那个位置 能成为六根十二的同伴吗 朋友们 他是我们的同伴 我跟他说我打了他 他是不是一定站边 站边那个四号玩家去打一啊 他都不用打多一张 因为二 女巫营站我们的边 他打一张牌 因为一号玩家昨天投了十二 一可定不是我们的同伴 他只要站边四号玩家 打一张牌 就一票 我们是不是一定把那个四号玩家投在白天 所以他去站边十二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他只能站边十二 因为十二是通灵师 第二种是他要去造成四号玩家狼坑 凑不齐的这种错觉 这很难盘吗 这个逻辑我觉得不难盘吧 你把其中可能性 一二三放在那个地方 列 列完了一圈可能性最多的那一种 你觉得八号玩家会不会玩狼 所以你们为什么会用那一点 站不对边啊 咱们今天就是 好人能赢一盘吗 就一盘 我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你们俩谁是那个好人 我真不知道 我没这个能力筛选出来了 我只能用票行看你们 好吧 然后如果你是我说的第一种 可能你没撒过 晚上起码七号玩家撒了行吗 你撒过了 那没交了 那反正投四 反正按照轮次来一个个来 先投四 然后能赢就赢 过了 注意表情反馈 二号玩家 七号玩家请发言 二号玩家那哪是表情反馈 他把命抽自己 为啥 你干了什么事 你打自己干嘛呀 不是你没把 你本来就不聪明 你再给打傻了 不是 别打自己好不好 好好玩 我请你拿着警徽 正常归人好吧 投的四哈 投的四好呀 先投八呀 我跟四号一起投八 为什么要报一号玩家身份 不用报 有什么报不出来的 因为我跟四号玩家是同伴 我告诉他一号玩家是什么 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报不出来的 对吧 然后 今天就投八 那我 因为我 我上一轮 我不是故意打我 因为在我这个位置 狼坑齐了 因为一号警下投给了十二 然后 我当时的狼坑 我就打一号五号 六号十二号 我能打出来狼坑 就是这种 那没有位置了 然后我认为八号跟我同身份 我认为八号玩家是好人 然后四号玩家也保了八 四号玩家先保的八 然后我才保的 那我还不跟着我那个原家一块保人 那我今天 四号玩家说要出八我就出八 八号玩家昨天去打九 就很难是好人了 九号玩家 人家警上明显是开玩笑的 确实我都能听出来是开玩笑的 九号玩家肯定铁好人 那就出八 没有人说过保个半 八号玩家一会肯定说 十二号保二好人 四号玩家保二好人 七号玩家昨天保好人 我可以保错 对吧 我就保错 那怎么 他在我后面发言 我能不能再圈圈二号玩家回回头了 能不能 四号 不是你 你为什么要拍身份 出通证师呢 十二号是怎么就 怎么就 把你骗了 我也不太懂 没了 反正我今天出八 我今天跟四号投八 今天的轮次 轮次我们搞清楚了 今天信四 信四就出八 信八就出四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好吧 六号玩家 主要还得看六号玩家 六号玩家 六号玩家底牌是什么 我们也听出来 就什么品种狼 我没有听出来 但它一定是狼 三十秒 先把八出了 我过了 八号玩家 请发言 真羡慕你们呀 为什么怎么都能赢呀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昨天做了什么 感觉你们说了说话 我想说五九十里 那个好人 你们昨天在投票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背后 有黑暗力量 在控制着你们 小手就投出来了 我不懂啊 就是五九十里面的好人 每一张我都不太明白 五号玩家是 我昨天就说了 我觉得五号玩家是狼的原因 是他是一个好人 在那个位置 是没有道理去战四的 七井上打的是你 凭什么你井下 去跟着七号玩家 和四号玩家 一个团队战他们呀 不理解呀 战边十二 肯定你是铁狼呀 九号和十号说 盘不齐狼坑 那这个 我们不是上局刚说过吗 这个游戏盘狼坑 盘不齐 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逻辑了 当女巫 当那个猎人死了 一张名号人死了 带了一张X身份 厂商不知道什么格局 狼人只有在投票的时候 从他们发言的话 是不能相信真假的 因为他们发言 可以做一切的事情 去控制外之类的票 只有投票才是最真实的 我们只能去单听 四号和十二号的发言 外之类任何排的发言 都算得数 六号的发言不做数 七的发言不做数 我的发言也不做数 我们三个 就是谁为狼 他都可能去惦谁 所以我们三个发言 可以直接忽略 就去听那边 不要去盘狼坑呀 所以我觉得去盘狼坑 投错票是一件 很不对的事情 然后今天为什么 四号玩家一定不实施 他为什么不报一的身份呢 在他的社交界 他找不起狼了 三是他验的平民 十一是开枪的猎人 带走了 昨天只有女巫的一票 对不对 然后六八十二三个狼 那外之类的排 任何排 觉得谁 昨天大狼站错边 任何排都可能是机械 机械那张排 为什么验了一的身份 不会怀疑一号玩家 是一张机械狼呢 为什么不报呢 你觉得那四号玩家 觉得外追那张狼人排 是谁呢 他找不到了呀 他不找了呀 他就要推我呀 然后今天就 出一下四号吧 我觉得嘴大肯定是开毒了 因为他不可能不开毒 那毒到盾上 这确实也没有办法 这谁能预想到呢 肯定是奔着机械狼 毒的毒盾上的吧 或者是 你要是毒的四 那就四倍盾了 都有可能我不知道 你自己一会儿去聊一聊吧 然后昨天的这个刀 我是觉得如果守卫 昨天晚上是 自首首的平安夜 我们这局游戏已经输了 你只能去外指挥 守守一个平安夜 才能打 因为昨天是 第一天猎人走了 昨天预言家储具的 场上只有两神 只能去驳外指挥 守平安夜 所以自首已经输了 然后外指挥守 但是我觉得 守卫会外指挥守 因为一个优秀的守卫 昨天是要外指挥守的 好吧 那就有机会 出一下四号玩家 我希望有机会吧 我真的很想赢一把 过了 九号玩家请发言 确实有点难啊 昨天投的是 二六八十二嘛 二十单边女 确实少一张狼 七号今天的发言太怪了 你是不是 我感觉站十二 站四七都是狼 站十二七 投的十二七 就肯定是狼 站四的话 七是站四 打五打一的 所以非要少一张狼 七就可以进去 发言暂停一下 等一下六号 那我们这边 有没有玩家 需要卸投时的 有没有谁 投时没有卸 好 我们把镜头给一下 十号玩家 十号玩家 谢谢一下 投时 谢谢一二三的投时 好 谢完了 好 哈喽 那个镜头可以给到 我先跟大家 讲一讲 有的朋友是心惊 我们直播间的 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对不对 我们在玩一款 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趣 非常精彩的一款桌 有啊 这个游戏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你都可以跟自己的 认识的 或者是不认识的朋友 一起愉快的玩耍 这个游戏的名字呢 叫做狼人杀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十二位嘉宾 在两边 他们的身份牌呢 都会给大家有标注啊 现在已经开启了 上帝视角 现在呢 已经是我们机械狼 这个板子的第二天 啊 那么我们京城大师赛呢 每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的晚上 都会准时七点半 在JY代式的直播间 为大家放送 我们一般会在七点二十五分 先放送我们最新做的片头 非常的精良啊 这是我们花了非常高价的 不仅做了片头 给大家做了新的头像框 我们的KT版 还有我们每一位 就每一个版型 可能会给大家做一些 新的一些讲解 然后希望有更多 喜欢狼人杀的朋友们 能够加入到我们 京城大师赛宇宙中啊 我们现在有京城大师赛 护上小师赛 京城小师赛 还有京师公开赛 以及我们的高校联赛 我们真的 狼人杀宇宙 真的已经是满满当当了 每周一到周日 只要你想看 每一天的下午或者是晚上 晚上是一定有比赛的 然后先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的晚上 是我们的京城大师赛 你只要来到我们的 这一般代式的直播间 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一定要提醒的是 八点到九点 我们要打人气票 所以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每个人帮我们充人气票 我们六号人家回来了 九号人家请继续发言吧 哎呀 到底谁是狼哥 好难啊 如果你要按正常来说 昨天投了26812 狼少一张 12就是通灵师 但是看现在场上 大家的表情状况来说 比如说一号玩家 五号玩家 我自己 以及十号玩家 要么就是大哥 不知道谁是自己队友 要么就是真的 我啥都不知道 太诡异了 我感觉 确实战四 狼少一张 我自己是好人 但我问题是 你要战十二 狼是谁啊 狼是三四七 还有一张在哪 五号 一号没人说是狼吧 因为六八都说 那个七号会交四 给一发身份嘛 那你们说一是好人 二是单编女 我自己是好人 六号跟五号的对话 是五号玩家 你怎么能站到 四号那边去 因为昨天七号玩家 打你是狼了 言下之意 五号是好人 站错了嘛 那只有十能是狼 但是昨天发言 我也不觉得十是狼 你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嘛 如果你是好人 你也觉得我是狼 说跟没说 说跟没说有啥差别 你笑啥嘴蛋 你是啥都知道了 我一会等你 反正你单编女巫 你看一五九十 都在这面面相去 脸都皱得跟向日葵一样 就嘴大加入他们在那笑 你和四六七八 一块都笑得特别开心 如果四是通灵 你昨天投坐票 如果四是狼 你大概也是独顿上的 有啥可乐的 为啥 有啥可乐 我在琢磨着 我真得琢磨琢磨 一号玩家 别坑你的手了 指甲都给你啃秃秃皮了 我就是通过 他一直在啃手 我觉得他可能是好人的 太难了 我听一听吧 我听一听吧 我确实有点琢磨 但我觉得七很像狼 站十二七就是肯定狼 站四的话 七是昨天 站四打一打五的 现在一只一五 大概率是两个好人 他也像点飞 能不能归七 反正你是单编女 我看你吧 我好人过 十号玩家 请发言 那个 十二 四票 十二那个 我都不知道再说了 十二当时走的时候 只有四票挂到 四号玩家的身上 我当时就觉得我 可能是站错边了 因为二是 没人跟他对他女巫 二是女巫嘛 我都说狼坑位盘不起 我才站到四 结果只有四票 打到那个 四的身上 我当时就觉得 我可能站错了 但是生活还得继续吗 我就得继续盘 我有两套狼坑 一套是四五七 四五七九 还有一套是六八十二 然后三号可能是个大哥 或者是 就是外之位 有一个分不清编的大哥 或者是七号人家是倒沟 只有这两套吗 但是还是要替你的信息 你昨天是救人了 还是读了一个人 就是读到盾上了 替你报信息 对吧 我李牌是个好人 我没觉得 我没觉得九号玩家很像了 然后我也没觉得一号玩家很像了 就他那个表情 就是好人 就是会观察一些表情反馈的 因为一号他真的非常纠结 他锦下投票给十二 然后当时一圈过来的时候 一号真的很纠结 当时我能看到 所以我真没觉得一号很像了 这把 可能是上一轮打错他了 因为他没必要锦辉投给十二 又把十二投出去 那他只能是大哥 但是如果四是 通灵师也没说一是大哥 那一就是好人嘛 我就得来更新一下发言 就两套狼坑嘛 对吧 我没觉得九很像 那就是那边 可能是啊可能是 但是如果十二是狼的话 要不然三是大哥 要不然就是有大哥没分清 边边是狼人去倒钩了 所以坑位才盘不起 但是还是要听二报信息 如果说你读到顿上来 你就直接说嘛 对吧 或者是你真的是第一天没救水平 你就说一下吧 我就过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连编都没分清 对啊 我昨天听完九跟十发言 我觉得你们都是好人 然后十二号玩家还说 我是杠金 那情况确实是不一样呀 第一把二号玩家跳身份斩变了 这把他是井下才跳 井上又没跳身份 那七说思乡的点是不成立的呀 确实是不成立呀 但是吧 他肯定开读了 肯定读到了一个机械盾上 那本局游戏就一定是机械守卫嘛 对不对 肯定是机械守卫 然后 我现在想啊 如果说十二是狼 那就是六七八十二 只能是六七八十二的狼 肯 七号玩家勾了 他在垫 井上垫 因为他昨天打死了我一 他打死我一是狼 他定的狼根是一六十二 他昨天发言的时候 因为他打死了我一是狼 但是我后面想了想 因为我认为三是好人出局的 十一是猎人 十张牌 对吧 十张牌活着 狼人好像没理由倒钩 然后因为八也站十二 九十发言我没听着像狼 所以我觉得好像坑 势不太够啊 感觉好像站十二边 找不到狼了 所以我就最后投了票十二 如果说十二这把是通灵师 那就肯定是自己的问题 我本来都找到他了 听独立发言 然后最后还把他投死了 哎呦 他不会等一下在后台等着骂我吧 回家了那还好 没事听你发言吧 跟你归票 因为你肯定读到了一个机械盾上 要不然我们就得盘 如果七不是狼 如果十二是狼 六八十二 那还得有一个站错边的机械守卫 懂我意思吧 就得有个站错边的机械守卫 他站错边了 然后守了一个女巫的毒 就是女巫站错边了 然后还有一个机械守卫也站错边了 然后机械守卫顿住了女巫的毒 所以这个东西太极限了 我觉得这是你的赛道旭剑 这是你的赛道 我入侵一下 我入侵一下 跟法官对话都不行 你别跟我对话 我发言 怎么了 跟法官不能互动吗 对吧 我入侵一下你的赛道 我觉得是有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 四号玩家你看他没报我身份 为啥不报我身份呢 你是 因为本剧游戏你看他亚洲 他就是机械守卫 没有双刀狼 没有机械女巫 你是通灵师 这是女巫 昨天平安夜 守卫一定在场 你就直接报我身份 伦师是领先的 所以我对你的质疑就在这里 为什么不报我身份 因为很明显他不可能不开毒 他一定是被遁住了 所以你可以报我身份 但是你又没报 上次没报我身份的是刘凡水 那把他对话我 什么意思 你跟刘凡水 你们两个水圈都这么拿捏我吗 手拿把掐是这意思不 以后谁不报我身份 我投死他 谁不报我身份就投死他 好吧 我过了替你归票 我跟你归票 好吧 二号玩家 请发言 以后谁不报我身份投死他 那你这把头不投死他 他不是没报你 干嘛要以后呢 我经了个大呆 老子读了一个最不可能被盾的人 盾出个平安夜 这太离谱了 首先我读的人肯定是狼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只要听我读的是谁 出谁就行 不用管谁是通灵师 我读的肯定是狼 因为守住了 这道理能懂吧 这是个铁逻辑吧 不可能 如果机械守卫守了个好人 守了个我读的好人 还我们一个论词 我也还他一个论词了 对吧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肯定是出我读的人 所以你们根本就不会发现 听我说我读了谁就行了 这一局啊 如果十二是汉跳 我今天赛后 我直接抄换五个字 注意发言内容 我是单编的 无所谓 我没人跟我对跳女巫 我排翻着玩呀 我是大菜碑 我就写着五个字 我再也不说 别的了 如果十二是真通灵 投桌票的好人 挨个直播挨个喷你们 老子读的是六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站边时 他是在电视 他故意聊暴 去打什么三五七八的狼坑 所以让外罪的好人 觉得六十二是两了 我觉得狼是三四六七 三可能还真是个狼 不是 说实话 我有些下水道逻辑 我不想放在台面上说 他是通灵师 他不会再去验三了呀 三第二局 刚吃了啥啥啥 蹦就走了 还验三吗 他是通灵师 不会验三了 对不对 但这种下水道逻辑 拿不上台面说 知道吗 当然我也不是单纯 靠这个站在边 但今天肯定是出六 凭什么他今天说 先出八再出六啊 对吧 昨天本来说归六 哎 快感觉不对 进眼六不能投 可能是大哥出八 就了是吧 我读的是六啊 我先说 今天你们站边四的 是不是可以出六 站边四的 是不是可以出六 站边十二的 我告诉你们 我读了六没读死 咱们就把六投了 好吗 出六过 警长发言结束 警归六 所有玩家在我倒数后 投票 呃 带亏 三 二 一 六号 投票给四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票给六号 六号玩家出局 请留意言 真牛逼啊 你 是真牛 这招都能死得出来 全是玩具 全当玩具玩 不是 你玩他们把我 我头戴白天了 真想上十万 我懂 能理解 不是 我 我也认为 你玩乐 不 当你玩乐 唯一 我 我 小 我 谁的票了呀 不是这能让你给我投了我真的好难受啊 凭什么呀 凭什么都给我投了呀 没认老了你说什么呢谁认老了 我只是就问你凭什么能投到我 唉不想多说什么 这盘打得我心累好吧 我只能说这盘打得心累 我是玩具啊我被玩了 好了 六号玩家一言结束是否发动技能 5 4 3 2 1 所有玩家天黑请闭眼 首位请睁眼 请选择守护的目标 首位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请选择击杀目标 7 3 NASA 5 3 狼人确认 请闭眼 机械狼 请睁眼 确认你目前带刀状态 机械狼 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夜 该号玩家被击杀 救人请给首饰 独人请给号码 女巫请闭眼 通灵师请睁眼 请选择一名玩家 并查验他的身份 通灵师请闭眼 机械狼请睁眼 请选择技能发动的目标 机械狼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确认你当前状态 猎人请闭眼 所有玩家整理表情 3 2 1 天亮了 昨夜 1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是否发动技能 5 4 3 2 1 请2号警长 选择死坐死右 发生顺序 二或十 2号玩家 请发言 那肯定 一是首位 对吧 就如果 站边12的话 已经输了 站边12的话 已经输了 因为即使 3是被狼带了 还有两个狼 自爆考卫也结束了 不是为什么 毒6能毒不死 我很大 很诧异 我跟6 12一起投的4 6能被遁住 这是什么狼 我得出去看看 这个机枪 因为我感觉 6很像一个电飞 难道它是个冲锋 它冲锋 它也不可能 狼去守它 那我是女巫 就在我回头了 对吧 我也可能先毒8 再毒6 他们拿捏了 我不会毒8 这很离 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你笑 就这样 就这样吧 跟着4号 跟不跟着4号 跟4号 跟4号玩家投一下 你这么看我 你是同龄师吗 给你投一下 过了 4号玩家请发言 没有 我以为你快发言完言了 我在等你发言 肯定赢不了呀 你们 因为 7是狼呀 8号玩家你自爆呀 你只能自爆 你让7号玩家去看 那你继续变的话 那我就发言了 因为我验了 7号玩家是首位 1号玩家也是首位 所以7号玩家 已经倒牌了 所以只能是7 所以这游戏就只能 出完 因为它不是双刀 所以出完8出7 我想跟你说 7号玩家是查杀 然后8号玩家 你自爆让7号玩家去开 但是场上是两个狼走了嘛 12和6是两个狼 然后那个2号玩家 和4号玩家 是本局游戏的两个神牌 所以这个游戏 它 我去验1 其实也是为了定期 5号玩家 你那个地方 我没有必要验你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今天就 可以先出8再出7 好吗 别的没有了 嗯 过掉 5号玩家请发言 我这把这是 被当球一样 踢来踢去的 其实6那个发言很像 其实他大哥 结果守了6 然后把6给推了 其实是很像这样 因为2发言之后说是 说什么7 觉得是7是好人 所以7可能觉得不会堵打 那真是6782吗 麦克 我以前刚来大事赛的时候 我是对自己有要求的 我过了今天之后 我其实挺想当个大宝贝的 也挺好的 所以当时 因为我觉得 6 就是我被都打完了嘛 所以当时在我身上 6、8、12 就我觉得 就说真的就是6、7、8、12 没有坑 难道 听一下7的发言吗 如果 如果真的是6、7、8、12的话 那确实没法赢了 因为 紧推在先 推一个 也没招啊 对吧 那如果4是狼的话 6昨天那个发言 应该是正狼吧 6 你头4 没啥可说的 好吧 我过了 7号玩家请发言 那是输了 我说几下狼 我今天学的1 因为你录业 你不一定是战免12 你能读的人里面 我不用守4 因为守4 你就给他读死了 对不对 因为你举的4 你也不太会读我 不太会读8 你能读的也就是 但是没意义 因为那天晚上 通灵师验到我就很难辨了 就很难辨了 那天你们砍的是1 是吧 砍的1没砍死 其实砍死1的话 我们也赢了 砍死1也赢了 1号是属于是自首了 然后追了一道1 但是 因为1号守卫死了 然后他演出我是守卫 我就肯定是机械守卫了 可惜差一刀 其实就差一刀 挺可惜的 其他没了 我觉得可以交了 因为我们 我们今天 因为很难构成 我们场上 因为12号一定是狼走的 因为如果 如果4号圈圈是狼的话 场上两狼 好像就直接输了 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 应该是交派了 其他没了我过了 8号玩家请发言 那7号玩家认狼了 咱们今天先出7 可不可以 因为他说的是 他现在认狼 他说我们两双狼 他们要出的是我 我们今天先出7 可不可以 我是守卫 我第一天晚上守的11 第二天晚上守的1 我昨天晚上守的你 我再认真说 听一下我的发言 第一天守11的原因 是因为我晚上 敏的11带身份 所以我去守的11 第二天守1 是因为我心中的预言家走了 我心中的猎人走了 我没有办法自守 我只能去外主委赌 我能够守到平安夜 好人才有机会赢 所以我昨天的发言的时候 我说守卫 在昨天那个轮次 是不会自守的 记得我昨天发言吗 我说政策的守卫 一定会去外主委守 我当天守的1号玩家 是一个平安夜 然后呢 起来 狼还去刀了1 那1号玩家不是守卫 他是个平民 说明4号跟7号 是不见面的关系 6号玩家是第一天 填狼坑的小狼牌 4号玩家跟6号玩家 是见面的牌 7号玩家 第一天学了我 然后我为什么 很简单 你看他现在认狼了 对不对 他现在说他跟我是双狼 我现在说4跟7是双狼 我们今天出7 我昨天为什么守你 而且不跳的原因是 因为昨天在我的视角里 好人还是有可能输 如果当天晚上 他们去刀了我 那我死了 明天再刀你就结束了 因为我的视角 从第一天结束场上 就一直只有两神 所以我一直不敢跳 然后今天跳 是因为我昨天晚上 我昨天晚上守了 你就是在搏刀嘛 因为他们狼人 你看昨天如果找到我了 那就刀 没有找到 他们还会觉得 一是守卫 继续去砍一 所以我就我们两边赌一个 找到了就输 没有找到就赢 所以我昨天去守了你 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有可能 去外追赌 去刀你 觉得一号玩家 不是守卫去刀你 所以我昨天晚上守的是 二号玩家 然后这个就没有了 今天我们今天先出一下 七号玩家 那退一万步讲 他现在认狼了 如果你们觉得 他现在认狼 说的狼坑是六七八十二 你们觉得本剧游戏 六七八十二 是四张狼 可以打成这样吗 他第一天电了 那他直接就投票就行了呀 因为他第一天做的事情 是电一电五 那当天死了 在他们的视角里 死了十一一个好人 三号玩家一个好人 那场上 十二号玩家 狼人拿警徽 四张狼 四点五票 只需要一票就行 他不可能 最后去投一票 十二号玩家 所以他那天的票 不是倒勾票 是冲锋票 他投十二的那一票 是冲锋票 明白吗 而六号玩家 是那张去帮助狼人排填狼坑的牌 六号玩家 是站边十二的狼人 因为他在帮 那边填狼坑 不然狼坑不齐 所以六是狼 七是狼 四是狼 我是守卫 这局游戏能赢 出七 明天起来 你看 我今天晚上不守人 你死了 我跟他变 我死 那他们肯定还会当 因为我说了我守你 也可能我不守你 他们当你一个平安夜 咱们明天给四一推 好吗 七任狼了 我们先出一下七 如果霍之瑞信不下 我明天可以再聊 过了 九号玩家 请发言 放弃思考 有任狼的 先出任狼的 守卫 意思三十狼 三四六七 有点鬼故事吧 有点鬼故事 确实 你说你是守卫 选择了守一 通灵出局 你守一 也是守卫 我 理论上行得通 但是一在你眼里 你怎么你怎么觉得 一定是 好人去守的呢 七 昨天 而且你发现你说 七是狼在电飞四号 他站边四 打了一五 然后去冲锋 他为啥要打一五呢 电飞狼同伴吗 没有收益啊 把自己演成一张电飞狼 让大家以为四是通灵 然后再去冲锋 这个有点太 太深了 反正有任狼的吗 有任狼的先把任狼的出狼 因为七任狼一定是狼 不存在庄大哥了 四是狼 七也是狼 对吧 那七 四是通灵师 一是吃刀的守卫 那七也是狼 所以没啥 就是初七 然后你晚上肯定就气了 你想好仅会给谁吧 初七过 十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 出任狼的很没有追求 我觉得你可以在 四八里面跪一个 然后我们出七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明天我们再推四八里的另一个 对吧 我觉得这样打法蛮好的 就是因为你拿警徽 总得有座位 对吧 然后你跪一个 然后我们出七 是这样的 我觉得八号玩家 有点不像首位 是因为你 你市角里面有三个狼 七是一个狼 六是一个狼 四是一个狼 还有一个狼 你没有点 所以可能 但是明天的事吧 我觉得在你市角里面 你少一只狼 那今天 先投七吧 好吧 先投七 好 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紧张请归票 紧张请归票 紧归七 请归玩家 代亏投票 三 二 一 七号 投票给八号 其余所有玩家 投票给七号 七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八号确实是我狼队 我们这盘那个四狼 确实是六七八十二 这盘我们狼队输呢 主要是我第一天 我觉得算 我算的票够了 然后 因为我去垫的一和五嘛 然后我觉得一和五的票 可能会投到四 然后我就投到十二 没想到就差我一票 其实就差我一票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四号是通信师 然后 然后二号是女巫 八号是我狼同伴 因为八号跳守卫 没有意义 因为八号跳守卫 只能晚上空刀 空刀完之后 明天 推四 推四再砍二 好像能赢了 好像能赢 那 那要不八号空刀试试 八号空刀试试 那不行 那要不把二号砍了也行 砍了二号 再推四也能赢 这怎么办呀 我想想 这好像也 也很难 让二号玩家判断错 二号玩家太厉害了 二号玩家 二号玩家现在知道 谁是同众师的 好像知道 我想想 砍不砍都行 他俩里面是会狼狼 反正砍不砍都行 其实有二也没准好 说不好 这个事就得看 二号玩家明天选择谁了 要不就让二号玩家定 万一砍出便宜 就说是空刀了 反正还能打 没想到会进行到这一步 让他会进行到最一步 差不多 然后就这样过了 二号玩家一砍结束 是合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为玩家天黑 请闭眼 守卫请睁眼 请选择守护的目标 守卫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请选择击杀目标 老人确认 请闭眼 机械狼请睁眼 请确认你目前戴刀状态 机械狼确认 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夜 该好玩家被击杀 旧人请给首饰 族人请给号码 女巫请闭眼 通灵师请睁眼 请选择一名玩家 并查验他的身份 通灵师请闭眼 机械狼请睁眼 请选择你技能发动的目标 机械狼请闭眼 机械狼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确认你当前状态 猎人请闭眼 所以玩家整理表情 3 2 1 天亮了 昨夜5号玩家死亡 没有遗言 射火发动技能 5 4 3 2 1 请2号警角 选择十多死由发生顺序 4或8 4号玩家请发言 稍等我一下 因为我这个麦 和别人的不太一样 我的麦上面 它是个尖角 然后它一直戳得 我耳朵已经出邪了 有点 那个 我讲一下 我整个心路历程 从12号玩家警上 给我发茶杀的时候 其实我就知道 这局游戏并不简单 但是呢 我并不想因为 我是本局游戏的通灵师 而去说 本局的狼队是非常强的 我希望是用 用我整个逻辑去推导的 那么我警上说 看到6号玩家投票 我首先抓6一个 抓12一个 8号玩家的 我没有看到票 当时我冤枉了9号玩家 我确实是打错9号玩家了 然后下次谨慎一点 但是我打到9了 那么8号玩家的顺势呢 就去打到9 首先9号玩家是肯定会投8的 我验了肯定是8茶杀呀 然后10号玩家呢 虽然说好像感觉有点晕晕的 但是票是投的对的 因为有一个 女巫要归的6 和一个任狼的7 大家投起来 其实是没有压力的 对不对 其实是没有压力的 那么 然后呢 我讲一下 我这个验人的心路历程 其实我呢 正常来说 很早就可以验7了 我没有验7的原因 是因为 验1其实就可以定期 场上对我来说呢 12 6 8 是3个狼人的情况下 外置会只有一个狼了 我认为不是跟我对话的9 也不是说有点晕的10 那么位置就像5号玩家说的一样 那个位置就在157里面 是最后一张狼人牌 那么1号玩家和5号玩家 是有可能被气垫的 那我觉得我们去寻求答案 不是说直接验7的身份 肯定是先去验1 验1我就觉得它是 这个也不用说了 验了1号玩家是首位嘛 对吧 那我就觉得它是 所以我没有抱它 我并不认为它是那个机械的身份 然后呢 可能在那个盾住 那个叫什么 什么弹在盾上的那个思考量 稍微少了一点啊 但是我们出人的顺序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呢 那出了1号 然后1号玩家倒牌了 对吧 那么然后呢 在1倒牌之前 我去验7了嘛 因为没位置 我不可能验5的 500名了是个好人 所以7号玩家 很明显机械盾就是7了 那我去验证了 7号玩家是首位 我觉得这局游戏狼 该赢的地方 就是 他要去赢的地方 就是 砍我 首先我是可以验证 他的身份的 二 砍 砍那个谁 不要砍1 就是17变 因为7做了很多好事 而1号玩家内论 投错过票 我们就是有可能会投到1的 这个现在答案出来 我不能说我一定会投到7 我有可能会 作为通明师 我也有可能会投到1 但是把1砍了 7验了就没得变 对吧 这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也讲了 那我是按照推导出来的 所以本局狼确实是6 7 8 10 而我是本局的通灵师 其他人就都是好人 今天我们就投8号玩家 好吧 就是一个完美 结束 过调 2号玩家 请发言 8号玩家听过 你发言 所有的动怒再重复一遍 我昨天没听得太清楚 你肯定说了 但是我确实没听得太清楚 我要从你的动怒里判断 你是不是所谓 好吧 你就把你顿路重复一遍 那我怎么判断 我现在肯定不能说 然后 真是个人 你把我砍了 不就完了吗 我仅会 我仅会五九十里飞一个 我回家了呀 老年休息到为啥不砍我呀 太夸张了 一念地狱 一念天堂 反正现在 我归对归错 我肯定是个大财碑 因为我到现在 也没有赌定自己的战编 好吧 赌不 这个找不到 就是菜 没有什么别的理由 我可能 九号十号的发现我可能不会太过多去听 因为我得想 我好多东西想 夜里也得想 我实在是想不过来了 我想一下 如果一号玩家是个守卫 我想如果一号玩家是个守卫 他自己守出了一个平安夜 他可能不是守 他守自己守出个平安夜 他为啥不跳 他为啥不跳 那天天跳了就完了 因为守自己守出平安夜 狼也找到他了 对吧 就算轮丝落后 狼也找到他了 对吧 他为啥不跳 八号玩家能打的狼坑 只有三四六七 没有了 因为五号玩家死了 只有三四六七 四号玩家能打的狼坑 就是六七八十 就是六七是公共了 四十二 四十二出一个 三八出一个 你把你的顿路再报一遍 因为好像我昨天有一个地方 听出来有一点小问题 你第一天是 你说你盲守的十一 第二天守的几 我没听到 我说实话 你仔细报一遍 好吧 听完了我会 我会归票 但是如果九十号玩家说 你们想再听一轮 就让他们对头 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如果大家说不 我们就一轮头 那我就归 好吧 我就归 就这样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首先我觉得 一号玩家如果是守卫的话 他那天一定是 顿了你顿出的平安夜 如果他是自首顿出的平安夜 他就直接跳了 他要跟好人共享信息 因为平安夜 不管是怎么样的 一定是 那十一是被nice的 对吧 就是没有 没有说你不救的情况 当时我以为你是没救 但是现在 那轮你说你读了六 读到了盾上 那就是说 一号玩家肯定是 守出来的便宜 如果他自首 他一定会报 应该是守了你 后面狼人偷刀了他 我是这么盘的 但是如果说他不是 他只是一个平民的话 那 八号玩家是守卫 麻烦你帮我点出 最后一个狼 就是我昨天 存疑的地方就是 你没有 因为四六七是三张狼 你昨天视角里 没有第四张狼 十二是你认的通灵师 你觉得你看一号是倒在夜里的 现在五倒在夜里 二是女巫 你觉得三九十里面 是不是还得开一张 对吧 然后除非你盘三是一个 就是机械平民 或者是怎么说 十二是预言家 对 三是被那个机械平民 就是他骗他嘛 对吧 或者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 不对不对 没有机械平民 我在盘什么 就是对啊 他 我看一下 他如果是 潘潘潘就有点晕了 没有机械平民 不好意思 没有机械平民 七是 首位任的大哥 还有一张狼呢 就是站你的边 就视角里面 我没有那张狼 从头到尾 我没觉得三项狼 我也没太觉得九项狼 我听一下 听一下你的发言吧 然后如果九号人家说 没分清的话 就 说二八平秒PK 四八平秒PK的话 我觉得可以再听一轮 我觉得是可以再听一轮 谨慎一点嘛 最后一把 我过了 九号玩家请发言 我倾向于出发 我追溯到第一天嘛 三号发言 四号说 你是倒勾机械平民 现在八号玩家能打的坑 只有三四六七 对不对 那四号玩家 昨天能不能给八发首位啊 为什么要给七发首位 归自己狼队友 其实是不是认狼的 对吧 如果四七是两张狼人牌 他们很轻易地打 三六八十二三十 倒勾机械平民 因为他第一天就说过了 顺理成章地打三号 不会 四为什么要给七发首位 出七呢 昨天能不能出八 对不对 女巫昨天是不是 已经觉得六十狼了 六十狼昨天投的是四 那八号能不能扛推 为什么要给七发首位 这是其一 其二十七号玩家 战边四号打的是一和五 他最后一句话说 八号玩家 怎么又跟你同真赢了呢 看来这把要输了 七号玩家第一天的发言 他在 他其实是认了机械首位的 而且大概率能守出这个 女巫的毒 应该是七号玩家所为 所以我们认为 七号玩家是大哥 需不需要传递信息 怎么传递的 跟八号玩家说 八号玩家应该是好人 我们又同真赢了 应该是七号玩家 第一天发的言吧 我应该没有记错 然后再追溯 第一天我们找最后一只狼 因为我们质疑四号的点 就是没找到最后一只狼 头四号的只有二六八十二 我们说十二是狼的话 狼同伴在哪 七进去以后 六七八十二不就合理了吗 就合理了 因为我当时觉得四项 但是投完票 觉得自己错的原因 就是因为少一张狼 但是七号是 七号 昨天我说的 七号是正反狼人 站边十二 他头的十二 他就是狼 站边四号 他站边四 打了一和五 他还得是狼 不然狼不够 然后我独立听三出局的发言 像好人 所以我觉得八号不太是 然后也没啥了吧 我主要琢磨的点还是 四号玩家如果为狼 七号玩家一定是大哥 那他四号一定得认出七号大哥 因为七号投的是十二 十二是通灵 对不对 那四号知道七是大哥 四号给七发守卫 要七去死吗 因为一已经中刀了 对不对 一是我们大概率知道 平安夜第二天一导 是一字守出的平安夜 第二天导 我们都会这么觉得 那他为什么要给七发守卫 他为什么要七的命 他给八发守卫 说八是机械守卫 守了六 可不可以 所以这是我觉得四号为通灵 然后昨晚刀五的刀行 也很怪吧 确实有点怪 但是你可能自己有分辨他的方法 他的顿路我是记得的 但我就不报了 可能你自己有 需要我报给你吗 他是第一天守的十一 然后守的一 然后说守的你 他说十一一二 一那天平安夜 第二天一中刀那天守的是你 所以按理来说 按他顿路正确的应该是你倒 当然他肯定会说 因为狼人怕我其实是空手 我刀你平安夜 所以外之味道 可能会说 但是我目前觉得四是通灵师 八是狼 所以我就不变 八号玩家请发言 其实你们没有必要发言 听我发言就行了 然后我可能需要一轮PK的时间 我觉得三分钟聊不够 我现在想说十号和九号 你们 我认为的最后一张狼是三啊 因为如果你俩有狼的话 这局 我觉得早就已经输了 然后呢 我觉得你们 首先这局游戏 你们没有独立的听出 四跟十二 谁是预言家呢 就不存在 你们能够外注意听出任何一张牌 所以你们听的三是好人 就是不正确的 因为你们连预言家都没有找到 而我第一天是找到 十二号玩家预言家 并且 在第一天结束 只剩两神的情况下 守了一 找到唯一能赢的希望 我第一天晚上守的十一 我给你重复一遍 第一天晚上 盲守的十一 因为我当时觉得 十一号玩家晚上带身份 我抿 守人的时候 抿得他带身份 所以去守了他 起来呢 十一号玩家带了三 然后我第二天晚上 去守的是一号玩家 是为什么 因为在那天 十二号玩家出局了 我的视角里 当时场上只剩两神 我和你 我自守 这个游戏永远赢不了 因为狼人只要找到我 就是直输 所以我只能去博外智慧 守一个平安夜 为什么守一 是因为上一次 我拿守卫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我觉得狼人会刀谁 狼人会去刀那张 外智慧可能站错边的牌 因为那张牌 守卫是最不可能守到 我当天晚上守一的原因 是因为我盘的狼坑 当天是三四五七 我觉得三号玩家 当天出局是跟四认识的 认识的狼人牌 七号玩家也是认识的牌 我觉得五号玩家 是那一张不认识的机械狼 因为他们几个都那么大 五号玩家还能去站边四 在我眼里是不可置信的 所以我盘出 我觉得这些牌是站错边的牌 那我 其实我当时没有那么确定 九十谁是啊 我只是觉得可能 三更像那个狼盘的 但也有可能三是好人 这里面出一个 为什么守一 是因为我觉得一是里面 最像好人的 因为一号玩家 在第一天井下 投给了十二号玩家 所以我觉得 最有可能站错边的好人牌 是那一号 我就去守了一号 起来是平安夜 当天一定有机械守卫在场 对不对 我的视角一场上有三郎 我不能跳的原因是 只要机械守卫不跳 他学了我 我就不跳 因为当天我守的一是平安夜 小狼的视角里 他们会觉得一是守卫 他们可能会去再刀一刀一 那当天晚上 我就 如果他们找到我 我还要去博 我是守我还是守你 因为比如说我守了自己 刀了你再刀我 还是输 然后那天晚上 我没有守你 我守的是我自己 因为我就觉得 找到我那就刀我 所以我守的是我自己 昨天起来 为什么要说守你 是因为昨天是初期的轮次 如果狼人信了我守的 你再去刀你 就是个平安夜 我起来根本不需要聊 我就是守卫 明白吗 所以昨天我没有报真实的 我昨天 就是我第三天守的是我自己 我昨天晚上守的是你 好 这个是我是守卫的全部顿路 4号玩家本局 为什么不能为通灵 给我一轮PK的机会 因为4号玩家那天 他验到了 他现在说他验到了 一是守卫对不对 当天是不是平安夜 场上一定有机械守卫 他凭什么觉得一是真守卫 当天是不是你读的 那天晚上是平安夜 那一定有机械守卫 他为什么不报一的身份 他的视角里一 不可能是机械守卫吗 然后昨天他验了七是守卫 那为什么他觉得七是假守卫 而一不是那个 被小狼刀掉的机械守卫呢 他是怎么给出了身份呢 发言时间到 2号警长请归票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4号 所有玩家 带亏 在我倒数后投票 在我倒数后投票 带亏 3 2 1 2号 8号 投票给4号 4号 10号 投票给8号 9号人家弃票 4号人家出局 游戏结束 老人正宜 获胜 给大家做一个复盘 本就游戏 4张老人牌为6号 7号 8号 12号 其中机械老人牌为7号 本就游戏为一张机械守卫牌 碰灵师牌为4号 女巫牌为2号 猎人牌为11号 守卫牌为1号 4张平民牌为3号 5号 9号 10号 第一天 1号守卫 守护11号猎人牌 狼刀11号猎人牌 2号 女巫开要解救 乃穿了11号猎人牌 7号 他没有贵评票PK 7号 机械狼学习 1号成为一张机械守卫牌 稍等一下 4号 通灵师查验 3号违章 平民身份 第一天请上竞选环节 12号 汉跳狼人牌 获得警徽 第一天白天 12号 汉跳狼人牌 被公投出局 第二天 1号守卫 自首狼刀 1号守卫 形成平安夜 2号女巫 毒杀 6号狼人牌 4号通灵师查验 1号为一张守卫身份 7号 机械守卫牌 准确守护了6号小狼牌 又形成了一个平安夜 第二天白天 6号小狼牌 被公投出局 第三天夜里 1号守卫 守护2号女巫牌 狼刀 1号守卫牌 4号通灵师查验 7号为一张守卫身份 第三天白天 7号机械守卫牌 被公投出局 第四天夜里 狼刀5号平民牌 4号通灵师查验 8号为一张狼人身份 第四天白天 4号通灵师牌 被扛推出局 所以本局游戏 狼人阵营图神获胜